大家好,我是一扬 在中医里,湿气被叫做湿邪 长期存在我们身体当中 而且湿人久湿 湿邪在体内待久了,就会出现转化 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个去湿消肿的学位 水分学 它是人体韧脉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位 位于上腹部,前正中线上 当肚脐中上一寸的位置 用同身寸的方法 从肚脐往上量一个拇指的宽度就是一寸 就是这个位置,这里就是水分学 水分学顾名思义就是促进水液排出体外的学位 能够帮助提高机体水液的代谢速度 人体所需要的水液 绝大部分是在小肠中吸收的 所以有小肠主液的说法 小肠的密别清浊功能正常 小变量就正常 如果小变量过小 大量的水分在体内积聚 就会造成身体部位的水肿 经常刺激水分学 可以通调水道 沥水化湿 里气止痛 刺激这个学位 我们可以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 以化圆的方式按压 已出现酸胀感就可以 每次3到5分钟 按揉这个学位 不分为正视针或者逆视针 一只手按累了 再换另一只手 除了按揉 用大拇指点按也可以 有人也许会问 体内的湿气是怎么形成的呢 湿气形成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是外界气候的湿气 或者是由于体内脾胃功能减退 导致的湿气内存 自然界的湿 具有一定的粘性特点 比如糖受潮了 就变得很粘 如果踩在潮湿的土壤上 就会粘鞋底 剥米花放的时间长了 也会不酥 吃起来会很粘牙 在我们人体中的湿血 也会表现出来这种粘腻的特点 比如大便粘腻 粘在马桶上 冲不下去 这就是湿血典型的表现 很多人不知道 眼带大其实也是湿气中的表现 这期分享的水分学 内应小肠 能够通过调节小肠 密别清浊的功能 影响身体的水液代谢 达到去湿消肿的目的 经常按揉这个穴位 还有很好的健脾理气的作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